独自撒冷淺 总 hemos言lene Vivian BesPI 全是不一样 他们已炎而配色 简体字是中国一百多年来 一起比较重要的文化时期 涉及到所有中国人 简化字的内容大约有三种 第一个就是拼音 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简体字 第三种就是普教中 这三种就是文字改革和汉字改革的深个内容 为什么要文字改革 跟时局有关系 跟文清到文初 中国的历史有关系 希望能够做到我手写我口 我有一种图片 这个就是东西 记载的厦门画 这就是东西第一个的切音字的书 第二个就是文字的特色 经过这么多年 简化、繁化两种路向 因为省力的原则就会简化 区别又造成繁化 有一个名称就叫做手头字 没有法定地位 实在上 文字经过一点时间的使用 就会有变化 那就需要做一个统一整理的功夫 中国最新的第一次整理文字是 秦始皇书同文 大家写统一的文字 唐朝的时候 会有人主张 有一种叫字勇学 将字 哪个字是合法的 可以写的 哪个字不可以写的 讲清楚 其中一个著作叫做 干禄字书 干求取纷禄的书 这个是中国第二次的 整理文字的功夫 很多文字的整理功夫 就是比较合法的过程 简体字实在上就是 近代一个政治法的过程 我觉得原来有三个 要普及教育 第二个 文字太混乱了 经过几百年 中国字太多需要整理 简化字是一个整理的过程 第三个理由 机器不成流 因为现在的机器 完全可以用来输入我们的汉字 已经不成问题了